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竟然写着法院特快 他赶紧拆开 起诉状妇本上的起诉人竟然是母亲 钱黛云 刘磊蒙了凝神片刻 随时电话响起 刘磊一看是前妻郑寒玉 按了接听键 你妈真是臭不要脸 奶奶带孙子天经地义 他竟然起诉我 跟我要带孙费 你快回去 让他撤诉 足足五分钟 刘磊才缓过身 哆嗦着手 拨通了钱黛云电话 妈 你别闹了 杨杨的生活费我会给的 电话那头传来钱黛云疲惫且失望的声音 法庭上说吧 我攒够了失望 真不敢再相信你俩了 钱黛云挂了儿子电话后 被挤沟楼 夺不到阳台 冷风呼呼 把他的思绪也吹到了四年前 刘磊跟前妻郑寒玉是放子成婚 那一年 刘磊刚满二十二十岁 钱黛云结婚也早 做婆婆时才四十三岁 身边亲朋好友都说他有好福气 钱黛云眼瞅着儿媳一天天隆起的肚子 美滋滋 每一天一早去菜市场调新鲜的排骨 变着方做儿媳爱吃的菜色 郑寒玉躺在沙发上 一口一口喝排骨汤 喝完汤 他对钱黛云说 妈 我晕吐难受 工作辞了 钱黛云咬了口唾沫 赶紧接话 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 妈尊重你的选择 当时郑寒玉怀孕三个月 钱黛云在家也没怎么见他吐 但既然儿媳提出来 钱黛云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从那之后 刘磊开始伸手跟钱黛云要钱 妈 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千五 韩玉肚子大了 以前衣服也穿不下了 还要补盖补铁 产检 你看 钱黛云眼皮半垂 他自然明白儿子没说出来的后半句 他掏出了五张毛爷爷 刘磊接过钱 表情不嫌不淡 嘴贬着 你别嫌少 你结婚时家里期许已经用光了 还欠你二叔两万块钱 我跟你爸工资加起来 一个月才四千多 我俩还得留点养老钱 到时老了不给你添加负担 刘磊不再吱声 工作五年他没一分钱存款 确实 汗颜 五百就五百吧 总比没有好 郑韩玉生了个大胖小子 粉嘟嘟可爱的一小拓 一家人笑叉了气 家里多了痒痒哭笑声 带小孩是件费心费力的事 精神时刻要绷着 没白天 没黑夜 郑韩玉深有体会 他顶着黑夜圈对钱袋云说 妈 我也出院子了 你在家带养养我上班 钱袋云顿时一睁 双手搅出盲花 他不是不想带孙子 丈夫刘后根在粮油市场 做搬运工 一个月三千来块钱 家里还有外债 他不上班 家里经济肯定会拮据 郑韩玉见婆婆面露南色 吸了口凉气 淡淡加了局 妈你放心 每个月给你一千块钱 既然儿媳的脸 拉得比长白山还长 钱袋云也不好再推辞 其实补贴给她的一千块钱 也只够交个社保 郑韩玉这下舒爽了 在单位总是哼着小圈 她没奶 晚上杨阳跟钱袋云睡觉 她听到杨阳哭声 眨眨眼翻身继续睡 钱袋云迅速苍老下去 连续的起夜让她睡眠不足 眼眶总围着一圈黑线 脸色灰白 体重锐减 那天正韩玉休息 在沙发上搁油躺刷抖音 时不时咧嘴咯咯笑 钱袋云想趁儿媳休息 在家好好补个觉 韩玉啊 你照顾下杨阳 我们一会儿 最近罚得不行 正韩玉脸了笑容 邪逆了一眼婆婆 满不情愿接过杨阳 钱袋云如释重负 沾到枕头就呼呼大睡 朦胧中她听到了杨阳哭声 接着正韩玉就一脸不耐烦地 冲进了她屋子 妈你别睡了 快起来看看杨阳 她老哭怎么都哄不好 钱袋云一咕噜爬起来 见杨阳哭的小脸都哄了 心疼得不行 一开始拉稀了 钱袋云没好气地 这正韩玉说 孩子哭一般是饿了 或者拉稀了 哪有你这样做妈的 孩子一哭闹 就甩手扔给婆婆 正韩玉眼里 酝酿起了哀怨的风暴 当晚就跟刘磊抱怨不迭 说婆婆给她脸色看 刘磊见娇妻一把鼻涕一把泪 她不说两句 谁再安抚不了 娇妻碎成八瓣的心 妈 你才四十四岁 人家婆婆五六十岁的带孙子 浑身是劲 再说 我们又不是不给你钱 你干嘛给韩玉脸色看呢 钱带云怒火一下窜老高 后槽牙咬得嘎嘣响 但杨阳刚睡着 她狠狠挖了一眼流泪 把她轰出了房间 杨阳一岁半时 正含玉意外怀孕了 小两口一商量 决定要这个孩子 以后可以跟杨阳做个伴 反正钱带云会帮着带 钱带云知道消息后 脸像调色板一样 她自然是希望子孙满堂 但带小孩真的太操心了 费神费力 神经一直绷着 关键是儿媳很少帮忙 但杨阳这一年多 她病假多了好几缕白发 月经也变少了 由于睡眠不足 时常头疼 有些话现在不说 日后定会爆发矛盾 钱带云四前想后 还是开了家庭会议 你们生儿胎我尊重 但我丑话说在前面 我精力有限 带两个孩子 我肯定会出岔子 所以二宝你们 自己想法子带 钱带云话音刚落 郑寒玉就鼓着 腮帮子奔向卧室 刘磊赶紧追上去 俩人在卧室吵得 不可开交 发现完之后 郑寒玉还是决定生 她不信 生下来婆婆会不管 郑寒玉怀孕四个月时 出了意外 刘磊急电名车 载她去坐禅姐 因为赶着去上班 刘磊闯了红灯 被一辆面包车给撞了 热心的血 从郑寒玉下体流出 孩子没了 郑寒玉哭得地动闪摇 整天在家指责刘磊 如果她不闯红灯 她也不会失去孩子 刘磊搭拉着头 低声下气道歉 苦口婆心安抚 但郑寒玉不依不饶 嘴唇向上下刀片 把流泪杀得溃不成军 坐完小月子 郑寒玉没去上班 她说上了元气 要好好调理 小两口经济变得拮据 之前约定的 给郑寒玉的一千块钱 也再没给过 对此 钱寒玉没说什么 毕竟是儿子犯的错 乌露偏风年阴雨 公共留后跟搬大米时 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伤了尾巴骨 医生说 以后最好不要干 重力体力活了 钱袋云寝食难安 嘴上起了一溜炮 这可怎么办呢 丈夫只有小学文化 除了卖力气 根本干不了其他的 眼下已经到山崇水进了 刘磊见家计艰难 万万无奈下 跟郑寒玉去省城打工了 临走 刘磊跟钱袋云说 妈 你放心吧 我每个月会 赚两千块钱给你 钱袋云抱着杨阳 点着脚站在门口 昂首凝视儿子儿媳背影 鼻头酸酸的 杨阳也哇哇大哭 刚走那个月 小两口每天都会视频看杨阳 问钱袋云 杨阳今天吃了什么 有没有带杨阳出去玩 杨阳有没有哭闹 杨阳看看手机里 屏幕里的爸妈 比划着嘟嘟嘟嘟的小手 咿咿呀呀 偶尔会蹦出妈 随着时间的推移 钱袋云发现 儿子儿媳对杨阳的挂念 越来越少 从每天视频变成一星期一次 再到最后一个月一次 刘磊给的理由是 他跟郑寒玉工作忙 每天加班回来都十点半了 杨阳那个点都睡着了 对此 钱袋云只能叹息 不过 刘磊每个月会如约转两千块钱 给钱袋云 这两千块钱 不仅包括钱袋云的淡孙费 还包括杨阳吃个拉撒的费用 钱袋云抠自己 抠丈夫 从牙缝里省出钱 给杨阳买好的 尿不湿奶粉 可是好景不长 半年后 刘磊不再赚钱给钱袋云 理由是 城里开销大 他跟郑寒玉住不惯宿舍 还要花钱租房子 钱袋云只能依靠丈夫 打零工 做宝洁的微薄工资 艰难度日 他打电话声讨刘磊 我跟你爸现在是借钱养洋洋 你爸做联工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够什么 刘磊竟然大言不惨反驳 妈 你再辛苦一两年 等洋洋上幼儿园 你就可以出去赚钱了 你还那么年轻 钱袋云气的发抖 儿子到底是年轻 根本不知何为责任 吵归吵 闹归闹 年底了 钱袋云还是眼巴巴盼着儿子儿媳回家 杨阳也常把玩奶奶手机 凝视黑漆漆的屏幕 用手摸脑袋 钱袋云知道 杨阳的意思 杨阳是想爸妈了 直到年三十二 小两口都未回家 钱袋云打电话问 刘磊支支吾吾半天 说单位加班 可钱袋云分明听到电话那头 有郑寒玉尖厉的争吵声 伴随着瓷器撞击地面的声音 小蓝口闹矛盾了 钱袋云忧心忡忡 初八早上 刘磊跟郑寒玉回来了 杨阳见到爸妈 不停地扑打着小手 笑得口水都流到了衣领上 小蓝口抱完杨阳后 刘磊先开了口 妈 我这次回来 是跟郑寒玉办离婚手续的 钱袋云下巴久久合不上 树然间红了眼眶 杨阳还这么小 你们能不能别闹了 妈 这婚必须理 因为 郑寒玉已经怀了 不是我的 钱袋云一个猎气 勉强扶墙站立 只有杨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杨阳晃晃走到郑寒玉面前 抱着她大腿 一个劲儿依依压压 杨阳判给了刘磊 郑寒玉每月支付八百元抚养费 可钱袋云压根没见到钱 她多次打电话跟郑寒玉要钱 郑寒玉冷言冷语嘲讽 让她不要骚扰她 她现在是孕妇没工作 没钱支付杨阳抚养费 钱儿媳这边逃不到钱 钱袋云只能跟儿子养 谁知 刘磊的理由更令她遮舍 妈 我谈女朋友了 钱都花她身上了 劳动节我带她回去 到时你把杨阳送到二叔家去 等我跟她感情稳定了 再告诉她我有个儿子 钱袋云欲哭我泪 儿子 钱儿媳都不管杨阳 她跟丈夫只能苦苦熬着 钱不够只能厚着脸皮跟亲戚姐 捉襟见肘的日子过了一年多 钱袋云跟丈夫 连年锅底的糊米饭都舍不得丢 由于营养不良 俩人面黄棘手 钱袋云多次跟儿子儿媳 讨要洋洋的抚养费 但俩人都置若妄闻 觉得奶奶带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物质匮乏心情压抑 钱袋云病倒了 心事莫名发烧 她舍不得花钱去医院 在家咳得直不起腰 三天后 潭里出现了血丝 她慌了 她要是倒下 杨阳可怎么办 大概是见奶奶一直躺在床上 杨阳也蔫蔫的双眼无光 饭也吃得少了 钱袋云把杨阳托付给邻居照看 一个人急匆匆去了医院 一诊断是真菌性肺炎 必须立刻出院 钱袋云没钱哪 只能厚着脸皮再跟亲戚戒 刚跨出医院大门 跟邻居撞了个满怀 邻居神色冲匆匆 你家杨阳发烧了 你不知道啊 刚才在我家吐了 是不是你传染给她了 钱袋云这几天头昏沉沉 没顾上杨阳 再一回想 杨阳这几天喵喵的样子 一拍脑门 赶紧先给杨阳挂了号 一检查 杨阳呼吸道感染 炎症都快把呼吸道堵起来了 再耽搁一两天 后果不堪设想 这节骨眼 她要住院 杨阳又要住院 身上又没钱 钱袋云急得笔血直流 蹲在医院嘎啦 耸着肩抽搐 邻居见她可怜 借给她五千块钱 钱袋云千恩万血 就差跪下磕头了 邻居说 赶紧让你儿子回来 你要住院 杨阳又需要人照顾 你又不是铁人 钱袋云打电话给刘磊 刘磊百般推辞 妈 我请假要扣好多钱呢 你让我爸请假不就行了 实在不行 让我二婶再搭把手 你爸请假扣工资 你补贴我们钱 我们本来就欠你二叔价钱 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人家 刘磊追着呜呜半天 还是把电话挂了 钱袋云又打电话给郑寒玉 可是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钱袋云整个人 站地板愤怒 双眼星红 他绝望又无助 戴着厚厚的口罩 拖着病体照顾痒痒 在病房里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病友听完他哭诉唏嘘不已 你儿子结婚太早 还没责任心 不懂什么叫为人父母 你就该直接把孩子扔给他们 他们还能把孩子抛弃 这种不孝子女啊 就应该去法院起诉 出院后 钱袋云心一横 卖了家里的空调 冰箱电视洗衣机 他实在没脸 跟亲戚借钱了 他花钱请了律师 起诉了钱儿媳和儿子 要求俩人支付两年的代孙费 共计三万六 于是有了开头一幕 刘磊这下慌了 百般劝说 但钱袋云是吃了秤朵死了心 毫无回旋以地 法庭上 律师说 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但没有法律义务 抚养孙子 民法通俗规定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命远他人利益受损失 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有权要求受益人 偿付由此而支出的 必要费用 钱袋云胜诉 刘磊跟郑寒玉各掏了一万八 这钱对钱袋云来说 简直是雪中送炭 他虽万万不舍 但还是把杨阳交给了刘磊 有的人不逼他一把 永远不会成长 带孩子外出务工的父母那么多 你也该尽一个做爸爸的责任了 刘磊牵着杨阳踏上了火车 两腿仿佛挂了牵 心情无比沉重 他已经预感到日后艰难 老人帮忙带孙子 是对死女的关心和爱护 若不能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 起码需要子女心存感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